受疫情严峻影响 花蓮市清洁队调度人力集中在市区的清销工作 而随着连日来花蓮凌确准的疫情趋缓 支援清销人力也回归到原本的工作班别 清洁队的割草班开始进行的市区道路割草任务 市长吴嘉贤特别前往关切 他还表示清洁队员忙于防疫 又要顾及市区的环境清洁工作 已经是蜡烛两头伤 请市民朋友给清洁队员更多的鼓励和加油 在疫情紧张的期间 清洁队员除了每天的垃圾清运任务 还必须加派人力投入环境清销工作 而现在花蓮县连续多天零确诊 清洁队员也不因此工作减轻 反而要赶快回归原本的任务班别 尤其是花蓮市区道路杂草漫长 割草班也立刻展开除草作业 花蓮的疫情已经趋缓许多的时候 那我们很多的人力要恢复到原本正常的工作 那原本在疫情期间非常远峻的状况 我们这些除草的人力 还有一些工作都必须暂停 来做相关的清洁消毒 那我们当时候投入了将近40位的人力 那现在这些人力 我们留一部分在做清洁消毒 其他都回归到原本的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说民众给予他们多一点鼓励 那我们坦白讲市区有一些除草的部分 并不是急迫性 所以当时候我们决定要让它停下来 来做相关清洁消毒 那也可能会造成一般民众的误解 说市区的草为什么没有除 因为当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急迫 必须要赶快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那我们现在防疫的工作也落实在做之外 那我们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 也希望所有民众能够担待 也给清洁队更多一点鼓励 整个花莲市区的割草作业 一趟做完大约需要15天 但是草涨的速度也很快 清洁队员的工作可以说根本就停不下来 各位看到割草不是只有光光割草而已 割草完之后的草的处理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也需要很多的人力 那在我们花莲市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在雨季的部分 我们大概割了之后两个礼拜 到20天这中间草就起来了 那非雨季的话 倒是可以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割草也是维护环境的一环 那我们清洁队从来不敢代忽 然后市长也非常的重视环境的问题 那我想在最近我们人力 会增加一些人力来做这个工作 那让我们花莲市的环境 能够更加的干净整洁 花莲市清洁队割草班 目前只有六个人力 割完草事后 还必须靠小街班四到六个人力来支援 因此每天安排的工作区域很紧绷 花莲市工作表示 会是工作情况调度 其他班别人力来支援割草 要让花莲市的环境可以更加的干净整洁 这里会幻市报道